我老婆 又在那个 医院化验 在外面等她 哎呀 又要生儿子了 对吧 又要当爹了 哎呀 为什么我想去地中海啊 因为 听说过这个爱情海 希腊 因为之前 我以为的游艇很贵 结果上网一查 美国的船 欧洲的船 船很便宜 只是维护费比较贵 一个小游艇 其实很便宜的 然后我就看到 一个网上有卖游艇的 我就查 然后看了一下 这个游艇的故事 这个游艇呢 它在地中海上 从法国的普罗旺斯那边 这个海岸边上 意大利的 是吧 西班牙的 到这个摩洛哥 到这个希腊的爱情海 到这个土耳其的那个 地中海那一片 哇 那个海很漂亮 天天就是地中海气候 大家听说过吧 就看到 哎呦 我就羡慕人 羡慕人 怎么那老头老太太 弄于游艇上面 就在那里生活着 后来弄明白了 原来这个 就是欧洲的税很高 富人们呢 为了避税 就买游艇 然后每年呢 在游艇上待两周 剩下的时间 把这船就租出去了 待两周呢 来 这两 这个 待了两周 常住两周 它就 这个 这个 这个游艇 就变成它的第二居所了 这个第二居所呢 它就能抵税 因为船每年都折旧嘛 所以它每年 比方说 交一百万的税 它跟它船就折旧一百万 那就 它就不用交税了 说白了 是抵税的 又过了 媳妇来了 啊 就看了 哦 原来这个玩游艇 是这么回事 啊 飘了 啊 咱那个 我录视频呢 怎么样完了 你继续 啊 哎呀 怎么样 好不好 行是吧 嗯 我要洗当爹了 洗提儿子了 洗当爹不是生到别人的吗 洗当爹 哈哈 别人 那就 那就得有人给我生啊 啊 我录完这段啊 嗯 当爹就是当爹 还是洗当爹 嗯 好 嗯 爱青海 我们家的下一站 爱青海 地中海 地中海 哪怕就在海边 弄个小毛 毛草屋子 是吧 领着我那堆娃 可能让他们在海边玩一玩 其实欧洲的各种成本都很低 只不过是 嗯 去那个卖花的那个地方 买点花去 就日本人开的那家 在迪安杂那条路上 啊 我知道 嗯 我把安全带带上 你不是在录视频吗 没事 录吧 就这样 随便录 说我下一站 一定要去爱青海 啊 一定要去希腊 一定要去法国 意大利 在那边生活一段时间 美国只是暂时的啊 孩子们上学啊 什么的 陪陪 人生嘛 就是要 有 一直要有下一站 啊 最后那一站 就是墓地了 啊 最后都往那一埋就完了 如果回国的话 这肯定就 土葬都不可能了 火葬 啊 火葬也行 是吧 但咱一定要埋到老家山西去 啊 哪怕是一盒子 咱也给它 咱也埋到山西去 是吧 但是你这个 这个这个 人生还路还很长 啊 美好的东西还很多 啊 钱呢 就 就挣点就行了 最后也带不走 是吧 留下来的就是这么多的 基因 还有这么多的娃 让他们 延续我们的传奇就行了 啊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吧 哈哈 买花去了 拜拜 同志们